您正在收看的是 杜高斯北经济之力 让我们一起来仔细看一下 3月14日周一将要发布的重要新闻内容 前一天晚上11点50分 将要发布的是1月份 日本机械订单数据 在继前一个月22.3%的下跌之后 12月份的数据出现回升 上午10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 过去两个月收到能源、资本品 和非耐用品消费下降的推动 工业生产出现下跌 澳元交易者应该要密切关注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将于午夜零点过半 发布其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3月份的会议并没有带来利率的变动 但它确实为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敞开了大门 凌晨4点30分将要发布两条 1月份日本经济新闻 其中包括第三产业指数 12月份该指数弱于预期 为其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的是 工业生产的最终读数 初步估计表明 该指数已经从一个月之前的 1.7%的下跌中有所恢复 以上内容为周一的经济之力 我是路易斯·麦考利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